離開了塞爾氣球的地方後,我們便到酒店休息一會 之後我們便出發,開始今天我們的行程啦! 我們今天在 Capitokia 第一個要參觀的地方 就是 Gourmet 露天博物館啦! 說明是露天博物館,只是說這些寶物是大到放入室內的啦! 沒錯啦!我們就是來看這些充滿歷史價值的洞口啦! 這裡的洞口大部分都是建於在10至10世紀之前 而所有的洞口都是以前信徒基督的猶太人作出來的 裡面大多數都是教堂和墳墓 這些石非常軟屬,所以方便了很多以前的人來作不同的洞口 正正亦都因為它這麼軟屬,很多洞口或者通道都已經倒閉 而維修工作就不停地進行 整個露天博物館最出名除了是這些洞口之外 就是去洞裡面的壁畫啦! 一個洞口竟然有一個洞 現在這個洞出來就是... 變成其實是露天博物館啦! 這裡是露天博物館啦! 如果在接受基督教之前 見一個猶太人就殺一個猶太人 所以猶太人的基督教全部都躲在洞裡 洞裡其實有很多教堂 裡面有很多壁畫 就好像中國的東皇那樣 這裡是西方 不是那些壁畫 全部都是耶穌啊! 還有術的滿徒啊! 還有神父等等 裡面也有些地方是墳墓 有些嬰兒墳墓等等 所以你看到這個整個地方 那些洞其實是有人刮的 如果你看到一些地方 好像這些這樣有的 其實就是原裝的 你看到這些比較深色的石就是原裝的 它這些石比較軟的 因為它打也不會容易軟的 不容易倒的 它這樣刮刮刮刮 它很容易就掉了 因為太過容易掉了 經過很多十八年之後 幾多八年之後 很多已經倒塌了就倒了 所以唯有用一些新的禮 來補上去 來維修回 那你看到這些白色的地方 其實就是新維修的地方 那些比較深色的就是原裝的 由於一些洞口是在比較高的位置 所以就要用樓梯來爬上去 那1984年 這些有壁畫的洞口 就被列為UNESCO世界遺產 一年之後 支持1985年 因為太有歷史價值了 整個後面露天博物館 都被列為UNESCO世界遺產了 Hemekla地下城 亦都是UNESCO世界遺產之一 它是Kepadokia最大的地下城 擁有八層高的區 只是開發了四層 是以前猶太人 挖來避免古羅馬人追殺的七身之所 由於地下城裏面的路口非常不好走 所以導遊就奉獻一些身體不好的乘客 不要進入了 走到這裏就是在地下城裏面 好車 好車 是甚麼地方來的 喔這個是廳來的 原來是Living Room 以前這個是Living Room 也很小而已 就下去看看 Coming Down 哇 即是第九曲十三彎 這個呢 就是用來擠貨的 他們以前 現在這裏就是教堂 這個地方呢 就是以前擠蠟燭 所以有男人在這裏 這個呢 就是祈禱的地方 對著哪裏呢 對著一個十字架 這個就是黑水上面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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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下城非常難走 途中還有很多分岔路 原因就是用來避免當時古羅馬人的侵襲 所以整個地下城就做到好像迷宮那樣 現在看到這個地方呢 是用來儲存食物和貨品的 因為當時如果是海避難的時候 可能要避到幾個星期這麼久 所以一定要有這麼大的地方 來儲存所有食物和貨品 現在看到牆上的洞 以前是用來放武器的 類似之外 這裡有很多路口 有些是用來塗衣 有些是挖頭路 有些是用來賣服敵人的 現在看到這個大石就是逃生的路的門 現在看到這個大石就是逃生的路的門 好了 我們現在就由第二層 再下去第三層 第三層呢 不知道是什麼 很斜 哎呀 又要彎下腰了 你看 你看 這裡還有一間房 哇 哇 每個人都有放在滑的 滑的超高的 哎呀 這麼深啊 這麼高 還有 先進去 小心 小心 這裡有一間房 周圍都有一間房 好了 現在呢 大家就由第三層 下去第四層了 快點 先進去 先進去 嘩 嘩 真的肥一點也進不去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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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起來 這個被他們通風 哇 因為這個是第四層 所以呢 那些風呢 就被他們通 ble 那 我們繼續走 這些都可以放咒 現在走街當然沒有跑到那 好吧 combined 看完這間 其實裡面還有很多人 這裡有八層 開到第四層 繼續慢慢走 每一個都有一個通道 然後上兩層 又有一個通道 很多人在這裡 哈哈哈哈 我們繼續上 啊 重見 重見天日 哈哈哈哈 出口 見到陽光了 好開心啊 好了 捐了這麼長的洞之後 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不需要捐洞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大石 這一個就是 Buchisa Castle 是Gorimi 這個地方最大的巨石 上面就可以看到整個 Gorimi City的景點 之後我們就去到 Bakako Pigeon Valley 這裡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全景 那些很多 石頭 裝尖之鹽的形態在裡面 遠處 你看到一個 火山來的 是一個死了的火山 叫貓 H.E.S. 很多年前 在這裡爆開之後 那些眼灰 就鋪滿了 這個地方 那很多年之後 當有風吹雨打之後 那些縣的石 就慢慢地爆 之後我們就前往 今天最後一個景點 H.S.A.B.E.R.E.L.E. 之後我們就前往 我後面這些就是 全部是用 風和水侵石 形成很大自然的 好像 他們叫天使的頂 其實就好像 泡滑式的頂 但是呢 我就覺得它像 冬天的頂 我們今天早上 坐一個 HOT ELE 可以氣球術 在上面看到 這三個龍蝦就在這裡了 不知道哪一個大姑娘 不知道哪一個大姑娘 不知道哪一個小姑娘 總之呢 全部的身材 都是波平魚的 其方呢 是出名什麼呢 是有一個聖人 叫San Simon 相傳在羅馬時代 他就很出名 人家說相傳他 是有法術的 為了避免 被人家跟蹤 他就走到這裡 避了那些人 他就走到這裡 頂上 那麼呢 他呢 我吃東西 吃東西的時候 就知道 你找到那些 叫做 是 跟隨者 給他吃的 他就沒有下你 那下這個地方呢 上面呢 就是住 隱居的地方 在遊客心目中 這個 是不是教堂 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 在這裡 擁有全Capadokia 最完整 和最美的東風頂 從早上 雞衣都未看的時候 起床 一直在這個 特別的Capadokia 地區遊覽 到太陽都開始下山了 我們都開始進入 昏迷的狀態了 所以我們就 快快出去 回到洞裡 休息了 明天 我們會向土耳其的首都 安卡拉出發 我們會去到 土耳其的第一個領導人 阿達都的領母 和安卡拉城堡